索拉里赛后接受采访对阵西班牙人 黄马4-2拿下比赛胜利 继续追赶身前的巴萨和马靖 赛后索拉里接受了采访 对本泽马等人 的表现提出了表扬 本泽马本场比赛打进了两球 表现十分出色 索拉里表扬他说 本泽马是一名非常无私的球员 我没有见过在 比赛中比他还要无私的球员 因为他会让队友变得更好 他的努力也 应该得到赞赏 他踢了一场精彩的比赛 异常让黄马球迷和所有喜欢 足球的球迷都十分享受的比赛 谈到球队进来的状态 索拉里 表示 过去的三场比赛 我们在进球方面的表现都非常不错 并且 赢下了这些比赛 拉莫斯在本场比赛中伤到了左腿膝盖 他也 在中场休息时就被换下 对于拉莫斯的伤情 索拉里透露说 我们 希望这只是一个小小的打击 医生将会在周一对他的伤情进行评估 对于本场比赛首发出战的维尼修斯 索拉里评价说 没一名 球员都很关键 球队就是所有人相加的总和 我们希望每个人状态都 很好 这是让球队赢球 并且更有竞争力的方式 灵灯网